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静心直播 我是王韵静 在刚刚我们看到两点的疫情的指挥中心 发布今天的往生人数还是两百多人 这几天都是在三百多人、两百多人的 这样子一个确诊的人数当中呢 我们其实是相当的紧张 那么在台湾往生人数也已经超过了三百多位 那特别是在最近这两天 我们看到国际上的新闻的讯息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在今年新冠疫情确诊的病患当中 往生的人数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超过了去年2020年的往生人数 那今年才刚过了一半 所以我们是相当的担心 那台湾的疫情呢也是很紧张 所以虽然说过去的有三百多位的确诊 那现在有稍微降缓的趋势 但是呢每天还是两百多位 依然呢是在防疫方面 大家千万都不要松懈 特别是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 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县市地方政府 也因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廉价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居家 安全的防疫工作 那不要随处乱跑 同时呢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 现在刚好花莲地震 今天中午也是一样有一波的地震 而且正阳正远就在花莲县 那中午的震度大概差不多有五级 现在我们当然我们在花莲 也经常遇到地震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其实是经常有之 不过我想应该是都很安全 那所以我们上人经常也提醒大家 要戒胜前程 哪怕现在在直播 也都会有遇到地震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我们看到 不管是在台湾的疫情 那我们希望都能够好好的守住 守护我们台湾的安全 那以及在全球的疫情的 扩散的时候 我们慈激人呢 总是在上人的一个悲心呼吁之下 不管是在花莲本会的行政团队 在各个地方的行政 以及志工 大家一起共同来协助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来支持相关的防疫 以及纾困的计划 可是在这样子一个防疫跟纾困计划 推动的过程当中呢 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让这样的防疫跟纾困的行动 能够快速敏捷 持续的推动 其实在经社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运作机制 那就是我们在经社成立了 四大制业的防疫的协调中心 总指挥中心 那这样子的一个协调 跟总指挥中心呢 是每天开会 究竟在什么样的 一个运作的机制底下 能够让慈激的防疫跟纾困的 正在行动 能够这么快的来进行推动 接下来我们是来看看 所谓的在经社的 防疫会议的开箱文 接下来请看 今天早上预录的画面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最近新冠疫情在台湾 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慈激呢 也每天召开所谓的防疫会议 所以大家看到 不管是我们赠送医疗物资 防疫物资 还有提供给孩子们 在居家线上学习的无线分享器 这些的决策 这些的行动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我们在经社每一天 慈善之业 还有医疗之业 还有教育跟人文之业 是共同都会开所谓的防疫会议 那这个防疫会议呢 是长什么样子 它是如何开的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所谓的防疫会议的开箱 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共同来看看 慈激怎么召开防疫会议哦 因为现在还在会议中 所以我们要小声一点 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在 这个防疫会议的空间里面呢 是有常驻师傅 有两位执行长 还有副总 还有我们各单位的主管们 大家一起共同来开 还有呢 我们透过荧幕画面呢 其实也是有同步线上的 在台北在花莲禁师堂 还有在人文之业中心 在医疗等等的 也都是透过线上会议的方式 共同共享一幕 那我们首先呢 也都会每天先把 在台湾在全球的疫情的情况 来跟大家做一个最新进度的分享 来确定我们接下来的行动 要怎么样来做协助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疫情的稳定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疫情期间 所以我们也都是采取梅花座 间隔座的方式 所以看起来人数不多 可是实际上呢 线上的人数有三四十位 而且我们还有人员的分流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 在每天线上会议的情况 更大的重点是 上人每一天 也都会跟着我们一起来 参与线上会议 了解各方面的一个进步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开会 我们就不打扰他们 我们刚刚看到了 在金社的防疫会议之后呢 刚刚那个会议主要是以讨论 如何援助台湾的防疫行动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个会议现场 那个会议现场是讨论什么事呢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 走过我们的办公室 这个是叫做办公室的开箱 来请进 这里呢 是我们的指引长办公室 你会发现说 指引长办公室怎么空空的 第一个呢 是因为有部分的人在开防疫会议 而且呢是有两个防疫会议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现在也落实防疫的政策 所以有分区分流 有部分的同仁 其实已经到静止堂那边去上班 那当然有部分的同仁 他是因为这个孩子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他有居家上班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 来降低大家这样子一个人群的 这个密集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有透过一个分流方式 那当然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会议室 这个会议室呢 前面还有一个大电视 那当然那个就是我的电脑 就我们刚刚呢 在防疫会议晚了以后 大会结束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行政的小会 在这个行政的小会呢 我们就会开始讨论 如何把刚刚的决议事项 来做后续的进行追踪 还有包括相对应的执行 就确保每一个决议 都有相对应的执行 那这个是我们在刚刚 整个大会完了之后 就有马上进行所谓的行政会议 那接下来呢 要带着大家到另外一个会议空间 那个会议空间呢 是讨论什么事呢 是讨论有关国际的防疫援助行动 很多人喔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国际的防疫行动呢 也是一样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视讯的方式 大家都会看到哪一个国家 包括印度啊 尼泊尔啊 柬埔寨啊 它那个地方的疫情的情况 那同时呢 我们也透过线上的方式 来跟大家进行相关的讨论 所以呢 每个人都是有负责物资的 有负责确定需求的 有负责通关的 还有负责物资要运送到位的 还有相关核销的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运作的流程 还有包括团队的结构 非常的扎实 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希望能够把爱情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那因为他们在开会 所以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了 好 接下来 这个我们看到了 今天一共有 为台湾的防疫的行动 所召开的每天定期的大会 那他的时间是这样 每天早上七点半 七点半哦 是叫做防疫的会前会 然后七点四十五分呢 就开始召开连线的防疫大会 那一直到八点四十分左右 开始进行第二大段的 就是有关医疗的 这个相关的援助行动的会议 那整个大会结束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在刚刚的那个空间呢 召开所谓的防疫的协调行政会议 把决议事项一一的落实 那同时间还有刚刚看到的 国际的防疫会议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大家这么关心全球的疫情 那我们也很真的期待 透过大家爱心的一个凝聚 把防疫的物资送到位 从预防性的 不管是现在政府相关单位 都很努力疫苗的采购 还有包括拦截性的 什么叫拦截性呢 就是像快筛试剂啊 就是赶紧的把有可能 有确诊的一个情况的可能性的 赶紧的快筛出来 那还有呢 就是抢救型的 什么是抢救型的呢 就是当他要是真的确诊了 医疗机构要赶紧的进行诊治 同时呢 有些已经进入到了家护病房 要抢救生命 所以我们也紧急采购 所谓的致氧机啊 呼吸器啊 等相对应的 抢救生命的医疗器材 来做相对应的一个支援 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慈善纾困型的 针对弱势家庭这一波 有可能受到影响的 我们来进行相对应的 慈善的支持跟补助 还有最后一项 我个人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项 那就是教育性的支持 大家想哦 孩子们 特别是弱势家庭的孩子 这一波将近有四个月的时间 包含暑假 他是一个人在家里面 透过线上的方式来自学 可是呢 弱势家庭 他们平常的家庭的支持度 就比较弱 另外呢 他们所谓的线上学习的设备 还有客观的条件 就比较缺乏 所以他的所谓的居家线上学习的效果 我们必须要深刻的了解 恐怕没有那么的理想 所以四个月的时间 当九月份开学的时候 跟一般家庭的孩子 其实若是家庭的孩子 就会产生一段所谓的学习落差 这个学习落差的差距呢 在英文叫做education slum 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大量的一个滑落的一个状态 这个滑落状态呢 其实我们会看不见 但是实际上是存在孩子的一个整个学习的历程当中 这可是在台湾的教育史上 自从整个二次世界大战过后 孩子最长的一个时间待在家里面自学的一次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孩子 他的整个学习的一个成长 受到这一波疫情的影响 应该是要我们密切关注的 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教育性的支持 那有几个子方案来进行 例如像最近我们赶紧的连结 不管是台大叶老师这边 还有包括KK Day旅行社 那疾风的科技公司 那跟各县市政府合作 我们租借他们品质非常好的 无限分享器 让孩子能够上网 像这个就是方案之一 那我们提供了一万五千个 最近他们教育局都已经收到了 哇他们好高兴 因为这个能够解决孩子无限上网的问题 第二件事情呢 最近也跟基隆市的教育处也在探讨 弱势家庭的孩子 在暑假的期间 他可能不管是居家的 在饮食方面等等的营养的补充 是不是能够跟此机共同来合作 那我们也已经在昨天跟今天呢 把这个方案都谈得差不多了 我们会提供给弱势家庭的孩童 连同其家人 两个月的生活的物资之所需 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们会提供他们补充营养 就是透过蔬菜水果香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正在积极的进行当中 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的区块 那也提供相关的笔电 会进行数位教育的计划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最前端的预防性的 到拦截性的 到抢救生命的 乃至于到慈善纾困 到最后的教育性的部分 其实这次受到疫情的整个带状的发展 我们希望能够共同奉献一份心力 把疫情对于人类带来的冲击跟影响 把它降到最低 那这个是我们的防疫会议的开箱文 感恩 我们刚刚透过预录的画面 让大家首次看到我们整个 在金社的防疫会议进行的模式 其实是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已经开始 是台湾的防疫会议 那一直到早上的十点半 不是只有上人会参与 还有包括常驻师傅 以及执行长 还有相关的处事单位之外呢 还包含了医疗制业体 教育制业体跟人文制业体 大家同步共同来关心 因为呢 这次的防疫行动 不是只有一般的单纯的正在行动 其实还是要能够守护生命 抢救生命 因此我们期待不管是透过台湾的防疫 跟疏护行动的努力 还有包括国际方面的一个支持跟支援 希望能够把这一波的整个全球跟台湾的防疫的情况 能够做好 最棒的一个稳定跟控制 还有包括支持 希望能够守护大家的生命的健康 同时也预估未来的七月份跟八月份 孩童以及他们的一个家庭的成员 是否能够跟慈祭来共同合作 我们来产生一个两个月的支持 所以经过再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探讨 我们在评估跟中央还有包括地方政府的一个纾困计划 资源不重叠 又能够产生互相的一个补充 同时最大的关键 又能够对弱势家庭孩童的营养的支持 因此我们协助提供 两千一百多份的安心保保箱 什么叫保保箱呢 就是第一个宝是宝贝的宝 第二个宝是吃宝的宝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大家爱心的合作 让我们的心肝宝贝 也就是我们的弱势家庭的孩童 都能够吃得宝 两个月的一个主食 另外一个香呢 是什么香 是健康蔬果香 因为我们现在在推动蔬食 是有益于身体的健康 所以经过基隆市政府 他们的营养师来共同搭配 希望能够来补充弱势家庭血统的营养 因此我们提供了两个香 一个是安心保保香 两个月的主食能够让他们能够吃饱 另外一个香叫做健康蔬果香 希望能够补充他们的营养 所以这两个香搭配在一起呢 希望能够照顾好 弱势家庭的血统在两个月 七月份跟八月份的一个在主食 还有包括健康营养的一个支持 除此之外 这个蔬果香呢 是来自于采购在基隆当地有机 健康无毒的食材 跟当地的合作 希望也透过这一波的慈善的行动 对于当地的小农这一次也有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的冲击 我们产生一个支持性的作用 同时更重要的是 基隆市政府还有包括慈激 大家也共同来合作 因为疫情的因素 那这个安心保保香 还有包括健康蔬果香 要怎么送到弱势家庭呢 于是我们就提出来说 能不能够请在地的一个这个计程车行来协助做运送 那其实也在这一波的疫情之下 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跨界的合作 从不管是市府 还有包括慈激民间的慈善单位 结合了蔬果商 更重要的是结合了在地的计程车的运输 大家共同合起来的一个力量 把这样子一个爱心直达 送到弱势家庭的血统的家里面去 希望能够对于他们暑期两个月的 一个主食的提供 营养的支持 希望能够产生一个很好的照护的作用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的超前部署 这可是在这一次的疫情底下 慈激首度跟基隆市府 共同来合作推出了安心的宝宝香 还有健康的蔬果香 我们也期待这么好的一个合作的模式 未来在台湾如果当地的县市政府 弱势家庭的孩童有需要的话 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来支持 我想不管是从前方提供第一线的快筛试剂 还有包括致养肌 以及相关的N95口罩等等的 乃至于到慈善的纾困 一直到教育的照护守护 我们未来国家的幼苗的弱势血统的营养的支持 这个是我们期待能够大家共同来努力 希望这一波的疫情能够快速的度过 进行直播 感恩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宁明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关怀 世界充满着爱 和关怀 世界充满着爱